家人们两周没见了 我最近太忙了 忙着干什么 看黑话律师 不会还有人没看过吧 男主李仲硕 女主允儿 我高中他们就长这样 我高中毕业十年了 他们还长这样 而且最近简直大型瘟疫复兴 少女时代也合体了 不光出了新歌 还表演了很多以前的舞台 再次重逢的世界 前奏一响 我就会谁哭了 谁哭了 那看着看着呢 我新视频的选题就有了 因为这俩人 简直是寒流逆生长的招牌 你们肯定也跟我一样好奇 这俩人怎么都不会老呢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前段时间 《识人国》也上了热搜 以前的造型 这谁看了不喊一句欧巴 你再看现在 谁看了不喊一句阿杰西 归根到底 轮廓管理没做好 咱们再来看看 娜娜 林真娜 这也是三世家的姐姐了 Nins随便PO一张 凌乱自拍都能没死谁 怪不得连续被评为 世界第一美女 这轮廓管理真的绝了 那如果轮廓不优秀 脸早早就开始垮了 是什么样子呢 可以参考一下这张 井上针央24岁时 拍的电影的截图 可见做好轮廓管理 才是有效抗摔啊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 叫做十米定美人 意思就是呢 美人是看整体的 你隔很远都分辨出来 不必细看五官 所以呢 管理轮廓要比管理五官 性价比和优先级都更高 对于抗摔 我们的思路也是一样的 抗摔重心放在轮廓上 回报率会更高 来举个孙怡震的例子 你们看年轻的她 和现在的她对比 第一眼什么感觉 会不会觉得 现在的她轮廓管理非常优秀 不松不垂 下颗线非常紧致 但其实你要再细看 她的眼角也是有岁月的痕迹的 有下垂和细纹 但是你第一眼 其实并不太会注意到 只要轮廓管理的优秀呢 她就不太会显老 那么不同脸性的人 如果轮廓垮了 分别会是种什么状态呢 你们可以跟我一起自测一下 看看自己或者周围人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圆脸变长脸 圆脸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呢 会显得更童年一些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脸型会变长 气质会显得更成熟 第二个呢 长脸可能会变得更长 如果你本身就是长脸型 如果下颗这里垮下来的话 你的脸型就会显得更长 第三个呢 是肉脸变方脸 肉脸随着年龄的增长 重心会往下移 从中庭移到下庭 肉脸也会随之变方 好了我替你们问了 老孟别废话了 怎么做轮廓管理 其实轮廓也分内轮廓和外轮廓 内轮廓呢 只圈住我们五官的小圈 那么怎样找到我们的内轮廓呢 分别是这几个点的连线 眉弓 矿拳突 拳骨最高点 苹果肌和你的口角外侧点 那么前三个点都是骨向上的 但后两个点是皮向上的 也就意味着它俩是变量 如果你的苹果肌下垂有了口角囊带 那这两个点呢 就会往下垮和往外掉 你的内轮廓就会不协调 所以内轮廓的管理 就意味着我们要把它压实收紧 那么再说外轮廓 外轮廓是圈住你脸型的大圈 它是哪几个点连成的呢 额结结 全弓 下额角 还有下额圆 下额圆这里也是个变量 因为一不注意这里就松弛模糊了 所以针对外轮廓我们要做的就是提升 其实说这么复杂 再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对于轮廓管理 我们要做的就是收紧和提升 那谁能同时做到呢 就是最近很火的超声炮 我也好久没做项目的测评了 那今天就是要正儿八经 给大家做一下超声炮的测评 可能还有很多宝子不太了解超声炮 我先做个简单的科普 它是分为刀头和炮头 刀头呢是定点打法 就是用于提升的 炮头是滑动打法 是用于收紧的 并且两种头又各有不同的深度 这样就能用于面部全层次的抗摔和轮廓管理 但是注意 我接着测的不是普通的超声炮 我们信仰实验室呢 准备走一个高端路线 专门组建了一支大咖医生团队 和产品研发医学部 研究了一套超声炮的创新术式 叫做四维提升打法 它是区别于市面上那种普通常规打法的 但是含尽量具体在哪儿 等一下细说 这回主导师是创新的医生呢 是半导超声炮金牌导师 全球医学美容创新大会特聘专家 黎晶雄院长 根据他对于光点项目多年的经验 以及面部美学的原理 还有大家对于超声炮效果的期待 经过几个月的探索呢 有了这套四维提升打法 我这次找了两位模特参与测评 并且这段时间我们实验室又去进货了 又搞了一台新的检测设备 直接给你们演示一下高级之处 前后你的脸呢会生成模型对比 但这个不算稀奇 因为我们的3D建模仪也能做到 这台仪器的智能之处在于 可以各个角度旋转你的脸 比如说我们先剧透一下这次的测评结论 你们能看到从这个死亡角度 模特这个苹果肌最高点是提上去了 能感受到整个面部变得紧致饱满了一些 而且它能调整光源的位置 这样你前后面部平整度的对比也会更明显 那么说回这次测评的重点 也就是四维提升术这个新的打法 哪四维大家可以简单记口诀 深浅加 它比普通打法创新在哪 不光全层抗摔还着重加强了韧带 通过收紧韧带进一步带动面部其他层次的提拉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实际拍摄的这个创新打法和普通打法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呢是普通打法 就是在面部进行常规的定点和滑动之聊 那再看一下这个手法 是继续在面部三行两竖的位置上进行加强操作 这三行两竖是在干嘛呢 就是加强韧带 不过这只是四维提升术的一部分 还有其他针对不同问题 更多的加强韧带的细化手法 比如说你有夹凹或者中面部 比如苹果肌的下垂 再或者下回原部清洗 都有各自的加强韧带的手法来进行针对的治疗 那么为什么要加强这个韧带呢 前面提过超声泡有五个治疗头 能够做到皮肤不同层次的分层抗摔 但是治疗的时候也不是毫无灵魂的 每个层次都加热一遍 因为无论是smart层 脂肪层还有真皮层 最终都会汇总到一个根上 就是韧带 这个图按住的部位呢 就是全韧带 这里紧致了 面部松垂挤压出来的法令纹折痕 才会根治 所以你也可以把韧带理解为钉子 把面部不同层次牢牢锚定在骨膜上 因此这个四维提升术的含金量 就在于收紧你松弛晃动的韧带 给钉子加固 实现更有效的抗摔和轮廓管理 但是这个加强韧带的四维提升术呢 就需要医生对仪器的原理 有非常充分的了解 准确地找出他需要重点加强的韧带 毕竟每个人的情况都是很复杂的 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 我找来这两位模特呢 共同点都是下颌线不够清晰 那我们再看模特特里 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就是甲傲 其实你现在去某树上搜 超充炮最大的黑点就是 会加重你的甲傲 但是四维提升打法不会加重 反而会帮你改善 那再看模特兔兔 他的中面部下垂 有一些法令纹的情况 那四维提升打法 也可以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加强 好了不废话那么多了 我们直接来呈现检测的数据结果 距离治疗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 首先就来看看这个下颌园的情况 两个人的下颌园都比治疗前更清晰了 你们觉得这个效果可以打几分呢 但其实看正面的话 会觉得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变 因为两个人从正面看 轮廓问题也确实不是很大 而且超生化的疗效 是需要三到六个月慢慢显现出来的 但是呢不代表微观就没有改善 我们再来看一下3D建模已测出的法令纹的数据情况 红色这个呢就是识别出的法令纹 能看出它的面积是有变小的 也就说明法令纹是有变浅的 尤其是大家都关心呢 超生炮是否会加重甲凹的这个问题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特里的检测数据 将它的脸调整到侧脸之后 将光源调整到头顶的正上方 能看出它的侧脸阴影面积没有加重 反而呢能感觉到阴影面积还有一丢丢的减小 所以本身就甲凹 或者怕打出甲凹的姐妹们可以不用担心 我们的每次检测都取了4个点 最终算了平均值 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两位模特的变化趋势 虽然幅度不一样 但是每个人的这个皮下胶原都是有增长的 所以整体来说 超生炮的这个四维提升打法是比较有效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费力不讨好地研究一个超生炮的新术式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光源下我们虽然是轻衣美 但是也很考验医生的手法和技术 欣赏又想呢致力于做五星级的轻衣美服务 那势必要在效果和医生的专业度上 我们需要做出壁类 才能让大家享受到比市面上其他医美更好的体验 就拿超生炮来说 很多人说自己做完之后没有效果 还有很多差评是说自己做完 凸的地方更凸 假凹还更严重了 所以新养优想的认证医生 不光本身就是半导超生炮的认证医生 也会接受新养优想针对四维提升打法的专业培训 拿到双重的认证证书 那根据实际测评的结论 也印证了四维提升术的有效性 那么重点来了 众草的姐妹们肯定在想别逼逼了 赶紧上链接 咱们就是诚意给足 价格也是实惠到不行 最低到手价只有7499 毕竟我们可是加强版的创新术士 还是如此优惠的价格 而且新养优想目前一共开了9个城市了 可比值钱多了 有新增城市的宝宝 可以弹幕扣一下你所在的城市 想中的姐妹们直接扫码 加我的小助理顾问 而且只要下单的话 我们都会送新养优想和战岩合作的 术后修复礼包 没完事 民思养实验室的粉丝 我还会加送一盒战岩的医用赋料 都直接跟我的小助理顾问要就可以了 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冲动下单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做超声炮 或者针对超声炮 还有很多我视频里没有提到的疑问 或者就是想单纯练个枕 咨询下辩美建议 都可以直接去加小助理 反正你加微信我不要钱 对吧有问题随便问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 最后再贴一下帅哥美女的照片 祝大家都不老不垮 貌美如花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